你被譽為是筍盤 是 娛樂見新聞 我也想知道你拍拖那裡怎樣 可不可以說一下筍盤 沒有人相信我 我連男朋友都不相信我 我四年沒有拍拖 我沒有拍拖 中間也有些什麼 散拖 我都沒有 為什麼 你的眼角高 是的 是的 口水多過浪花 等你埋位 很開心 找到方力申 可以親身見到你 不是你在日本 隔空 為什麼要找你上來呢 因為做完奧運 你知道我們曾經在2008年去北京 是 主持奧運 這樣是2021 回到廠商 要求我主持幾集 頭尾中間的奧運 見回2008年的人 很開心 但欠了你 你就去了日本 我經常都說 今屆的奧運不一樣 已經延遲一年 因為COVID 當中 都是要做的 我覺得其實是挺幸運的 可以去到 看到一個另外一個 看不到的奧運 我就想你說一下 一些經驗給我聽 其實2008年之後 你又沒有再做奧運嗎 沒有 你也沒有 沒有 有做一些開展 有坐下課 我什麼都沒有 還有 如果你今天問我 關於奧運難忘的事情 其實我最難忘的是2008年的北京奧運 是 還有其實是我整個 我已經入行 眨眼睛二十年了 我二十年的演藝生涯裡面 我人生的一個污點 一個遺憾 為什麼 就是2008年的北京奧運 我們收拾包袱走的那一天 你真的不知道 那一天就是這樣 臨睡那一晚我都沒有收拾行李箱 因為我教了 起碼一個小時 我們很早出發的 我記得 我們很早出發的 因為一班一班車 只有我和你同一班車 和嘉蘭 我們要跟聽眾交代 就是我們住在媒體村 人家有很多大巴士穿梭 你也知道 奧運一散 人家都會離開 全世界媒體 我們就安排了 香港TVB 這幾個人要坐幾點那班車 人家很準時 我當然是收拾行李 看看有沒有留意 那些紀念品 當然是收拾好 第二天 鬧鐘一醒 行 下到去 不要遲到 我都知道 我和Dudu姐 一架車我當然是教了鬧鐘 是 誰不知 原來真的會 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電話真的不會響 是 那個鬧鐘不響 我沒有喝酒的 前一問 真的打算教個半小時鬧鐘起床 誰不知 到電話一醒的時候 就是加蘭巴聲 加蘭巴聲就是 你還不下來 他不知道 你在哪裡 Dudu姐在等你 那一刻好像拍戲 真的好像 那些環迴立體聲 大喊到幾丈遠都聽到 到處都聽到 然後我還沒收拾行李 我把所有東西丟進去 然後用屁股壓著行李 然後再拉起來 拉起來 我很記得 我牙都沒有刷 為什麼你 真的沒有時間 為什麼你不承認 你是這樣的 因為我… 不… 你是這樣的性格 因為我想著我大把時間 我想就較早鬧鐘了 我最記得 剛才開麥克風之前 也跟嘉蘭說 嘉蘭說 其實我看到你很遠 就在跑過來 是的 我也記得 明明有 Shuttle Bus 為什麼你也要跑過來 我說我真的等不到那麼多 而且我忘記還有 Shuttle Bus 我只記得 我很遠看到你 很小的人影的時候 我已經很遠喊 Dudu姐 對不起 我似乎 對 你知道嗎 不關你遲到事 人家真的很準時開車 是嗎 我明白了 41分開就開車了 是的 我想我真的 人生還沒這麼害怕 那一刻真的害怕得不得了 但是自此之後 是 兩個鬧鐘 從來都不遲到 基本上做這行 跟Lisa姐拍攝也沒什麼遲 Lisa姐比我更兇 我真的和愛很多 我嫌我太和愛 太和愛 太和愛 不是開玩笑 對 我也很尊敬 很尊敬 上次不同的是 我很記得Cantin 上次北京奧運 你全世界那麼多人來 他要準備不同的食物 有些是回教 有些是吃豬肉 有些是不吃豬肉 有些只是吃不吃肉 有些是廢餐店 對 這次是怎樣的 你們怎樣解決三餐 這次沒有的 這次要付錢的 媒體村 因為我們沒有媒體村 就叫IBC 就是廣播中心 全部都要付錢 有一個就是吃漢堡包披薩 一個就是西餐 一個就是日本餐 一個就是中華料理 還有一個就是便利店 就是這些吃 全部要付錢的嗎 全部要付錢的 我記得我們上次是不用的 對 走進去就不吃 這次要付錢的 還有很容易認識人 周圍可以去搭散 是不是 哎呀你是發哥 哎呀你是內地的朋友 哎呀我是哪裏 又可以聊一兩句 這次沒有 因為每個都戴口罩 所以就認識不到人 真的難一點 還有剛才也說 那些義工 全部都會說英文 還有很多讀完書 或者讀書回來的 是呀 真的戴了口罩 很美女的 是 但都沒有認識她們 是呀 我又不敢看著人家的牌 明明跟我們聊天的時候 看牌的樣子 沒有又不敢 沒有禮貌 你真的 你自己說到這件事 我就想說 我說的嗎 你被譽為是筍盤 是嗎 娛樂見新聞 不是 我也想知道 你拍拖那裏怎樣 可不可以說一下 可以 沒有人相信我的 我連男生朋友都不相信我 我四年沒有拍拖 我沒有拍拖 你中間也有一些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是呀 散拖 我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 眼角高 是的 是的 不是 第一 我覺得從來沒有女生 人家經常都說 女生很主動 會 會 從來都沒有在我身邊發生過 沒有主動的女生 從來都沒有 真的一個都沒有 是 如果有的話 我想我告訴大家 我是定力很低的 是 但沒有 但沒有 第二件事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我不夠 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我就未必想 經常跟她在一起 是 又不想令到別人不開心 我又不懂得怎樣跟別人分手 做壞人 你現在是一個惡性循環 沒有人埋身 你又不去埋人身 那你就認識不到 是呀 但其實不是我一個是這樣的 原來這個世界 很多男人 很多女人都是這樣的 我有玩交友APP 原來我發現交友APP 也有很多質素很高的女生 那裡認識不到嗎 那裡又認識不到 我也有試過讚好 但她沒有讚好我 也有女生讚好我 我也沒有讚好她 所以其實比較難 再加上因為疫情 你的要求是怎樣 其實我沒有 其實就是 要求很簡單 如果我見完 我喜歡的就行了 我見完她 之後我會掛念她 然後我看到什麼食物 我想跟她去吃 但我也有一個問題 是 其實是因為 雖然我入行20年 但其實我也算是 開始變老屁屁了 20年了 千萬不要這麼說 成熟一點 而且我出道的時候 都是狗仔隊最興旺的時候 所以我習慣了 私生活很緊張 很被動很保守 所以我出道的時候 我會怕別人會拍我 會說我 所以我從小到大 尤其是我游泳 游泳以前 港九十八區 都是有些家長 以前讀書談戀愛 都是不敢高調的 所以就變成 我習慣了低調 還有習慣了不敢 所以我從來沒有約過 單獨約過女生出街吃飯 是嗎 在這四年裡 沒有單獨約過 你試一下吧 其實應該的 你是不是想拍拖 我是 但我無法出去 我一定是想拍拖 因為我要結婚 如果我不拍散拖 我一定要有伴侶 人是要有伴侶 沒有伴侶怎麼辦 但我一定要找到 一個自己喜歡的伴侶 但不要緊 我發覺你還是很忙 你不會只專注 我沒有拖髮 我就很不開心 我覺得你工作那方面 或者是游泳方面 都是很努力的 是的 其實我真的 我的生活是很豐富的 很忙的 其實我也是不需要有一個 有女朋友當然好 也不需要有女朋友 才滿足到 圓滿了我的生活 我游泳學校做了三年 之前因為COVID 其實也虧過錢 也問政府申請補就業 是 那都是捱得很艱難 是 最高峰的時候 我欠一些學生 二千多堂的補堂 人次 二千多堂 是 但在奧運之後 一切都順利回 即我是第一 還回了 還回了 全部追回 第一次是收支平衡 所以這個也是很 可能也是因為 奧運期間 也多了人打完針 也離開不了香港 平時是暑假 很多人會去旅行 變成多了學生上課 再看到河思培 那裡也幫不上忙 當然了 多了人來游泳 多了人來學游泳 或者是會堅持想游多些 因為都知道 其實游泳 要堅持游才會有進步 游泳方面 我記得一年多前訪問你 就是那個很辛苦的環島游 對呀 45公里 一個人游 游完之後 腫了 發水 舌頭也損壞 籌了1050萬 很好的成績 但接下來好像又有這樣的狀舉 接下來也有 11月就是我的母校 聖略室書院 幫學校籌款 中學小學 老師也參與 舊生也參與 今次是一個接力的環島泳 會有10隊 每一隊 要游多少 都是45公里 但六個人一組 總共有10組 分拆散 不用游這麼多 對 輪著的 第一個游半個小時 第二個游半個小時 第三個游半個小時 第一個游半個小時 你游不游 我也游 我也答應 這次有很多老師 還有一些師兄 五十幾歲 六十幾歲的師兄 他們都會重新練習 回來游 我們都做得不錯 又會在泳池做水師 也有去海道做水師 一定要在海道 要練習 因為我有朋友 他的兒子在聖Joseph 說你很疼愛學校 是嗎 說你很努力 應該的 應該的 雖然我還未生兒子 也不知道生不生到兒子 你不要經常想著這方面 是嗎 自自然然可能 害怕了我 對 自自然然都會有人約你 我想 是嗎 不用他約我 我敢約人就可以 別讓我出去 香港 警察 注意 注意 擊掌 situations nossos 必換 認識